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好,請個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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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段 法門無量誓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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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無上誓願辰 佛道無上誓願辰 請放掌 请打开127月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观 看这个经文 它说 只想诚实 一观之 己令了了 闭目开目 不令善失 为主 岁死 横溢此事 就是前面讲 水想 冰想 琉璃想 然后地想 这样子呢 要一直不断的去想 如此想者名为初见极乐果地 然后想到琉璃地之后 还想说这个 下面有金刚七宝金床 那么上面有黄金神 七宝戒 然后放光之中有 这个光明台 有楼阁、花床、音乐 八种清风等等 那么叫做初见极乐果地 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 不可据说 前面是初见 初见就是完全靠自己想象 若得三昧就是真实见 真的入三昧的时候就见到极乐世界 了了分明 不可据说 不可据说就是说 这个在三昧当中见到的极乐世界呢 唯有入三昧的人才能够知道 没办法说 是为地享 明第三观 佛刚安安如辞佛语为未来 是一切大众欲托苦者 说是观地法 若观是地者 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舍身他事 必生静果 心得无疑 那么这个佛呢 就告诉安安 要为了一切众生 说这个观地的法门 这个观地法门能够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临终必定往生净土 做事观者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这是第三观 看最后一张书 潜水是想不能灭罪 第一观是死不能除断 前面呢 做水想的时候呢 那么是想 想就是假想 就是完全靠自己假想的 那么这里第一观是死呢 就是因为三昧所见的是真实 所以故能除断 所以第二观没有讲灭罪 第三观有讲灭罪 那么逝者大事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第二观没有讲灭罪呢 因为那个想是自己想象 第三观为什么能够灭罪呢 因为他已经得三昧 那么真实见 极乐国地 所以能够灭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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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注解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们翻过来 128页超二随逝 随逝分四段 那么这个是世民大师说的 随逝分四段 初见降者 这是第一 那么二呢 在第二行下面 二若得下十关 那么三呢 那么三呢 是在 第七行三 佛告下明立义 四呢 在倒数第五行 下面 中间 四坐此架呢 显邪证 这一二三四 那么 世民大师意思就是说 解释分四段 第一段初见降者 转于冰响用表流离 这个冰响 就是说我们呢 鉴刺呢 有水响 然后冰响流离响 然后地响 这样子鉴刺 鉴刺的响 那么转于冰响 冰响这个 我们上次说 上次有个错字 就是126月这里 倒数第四行 126月倒数第四行 说 上面说 故可令水而作煎水 这个水是冰 我回去查是冰 所以这个书印错 故可令水而作煎冰 因为 一切都是维辛 所以水可以变成冰 那么翻回来 128眼 说出见降者转于冰响 用表流离 就是说我们用水响 然后冰响 来表示这个流离 因为流离没有见到 我们没有见到极乐世界的流离地呢 我们用冰去想象 然后虽附官地种种庄严 未趁彼佛圣应所居 虽然呢 在前面第三官里面呢 官地上的种种庄严 黄金神啊 七宝戒啊 那么这个七宝放光啊 有光明台 那么楼阁千万 两边还有这个宝床 八种清风吹来呢 会演说种种的音声 古空无常无我 这些法音 那么 虽然呢 可以观地的种种庄严 但是未趁彼佛圣应所居 就是说自己只是靠自己想象 他并没有称合于 阿弥陀佛这个圣应生 他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就是说第二官 想的是自己想象 想象极乐世界的 这个宝地啊 然后宝床啊 然后光明台啊 楼阁啊 等等呢 那么但是并不是真正阿弥陀佛 所居住的样子 所以叫未趁彼佛圣应所居 良以三观尚为由间假想 故于彼地名为初见 这是因为呢 修第二观的时候 这个三观 空甲中三观的力量 还很微细 微弱 所以他还有兼待这个假想 假想就是 就是靠自己想象 想象力的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靠自己去想象 那么这个想象力所成的叫做假想 故于彼地名为初见 这个假想的呢 死是初见极乐世界 二呢 若得下十观 就前面说 若得三昧啊 如果呢 前面是假想 叫做初见极乐国地 如果得到三昧呢 见比国地寥寥分明 这个是 若得以下 是属于十观 真实的看见 真实的现观 现前的观察到 庙观 公著三昧有成 见比圣身 所依之地 庄严之相 其可俱成 那么 庙观公著 就是我们唯庙的三观 他的功德 如果 著就是显著了 有成就的时候呢 就是说 庙观公著 就是说 前面因为三观 还微弱 就是用假想 现在呢 真的得三昧的时候 这个庙观呢 他的功德 非常的明显 三昧有成 这个圣定三昧就成就 那么因此呢 见比圣身 所依之地 所以能够清见 现见 比圣身 就是阿弥陀佛 苏圣的这个 苏圣的印身 所依之地 他所依止居住的这个 极乐国地 那么 所以 能够清见 那么 清见的时候 庄严之相 岂可俱成 那么 真的见到了 在三昧中 见到的极乐世界 那么 他的庄严呢 的 清静的 境界呢 怎么可以 全部说出来呢 没办法说了 意思就是说 真的见到的极乐世界呢 是比我们假想的 还更庄严 清静 所以没办法说 那么 第一段跟第二段 他主要的差别 一个是假想 一个是真实观 所以第二观 见到的这个 宝地是假想 那么第三观呢 所见的国土是真实 那么他们 一个是在散乱自己想象 那么三观微弱 一个是三观有成就 能够这个入三昧的时候 所见 因此有不同 下面说 因了同居 横聚三土 其相非少 如诸经说 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 同居土呢 就是说 凡胜同居土 横聚三土 横聚就是 同时 没有前后 叫做横聚 就是说 在凡胜同居土的当下 就具有三种土 方便友谊土 死暴无障碍土 跟长极光土 其相非少 他的相貌并没有减少 如诸经说 那么这句意思就是说 在凡胜同居土的当下 也有上面三种土 方便友谊土 死暴无障碍土 跟长极光土 那么他的相貌并没有减少 如诸经典 大圣经典里面说 所以说 当下就有 那么凡小善行回向求生 众医大圣 仁是善善 不敢安养 静相有烈 若今顿教 新观妙中 所见静相 永亦他不 那么 凡是小善 就是以这个微小的善行 凡夫微小的善行来回向求生 众医大圣 虽然是医子大圣经典 仁是善善 仁然是属于善乱心 所修的善法 就是凡夫的 微小的善行来回向 虽然他是大圣 但是呢 他是属于善善 善乱心的善 不敢安养 静相有烈 所以他感的 极乐世界的果报 清静的相貌是 比较低劣 比较差一点 若今顿教 新观妙中 所见 静相永亦他不 如果是依照现在顿教 圆顿教 那么新观妙中 用这个一心三观 这个微妙的方法来去念佛 或者是观想 那么所见到的镜相 永亦他不 那么用圆顿教的观法 去念佛 他所见到的清静的相貌 是不同于其他的 这个教部 其他的教部 不一样 这句主要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用一心三观 去念佛 那么只是修缮 回向 虽然是大圣 但是他所感的 这个极乐世界 相貌比较低劣一点 如果现在用圆顿教 一心三观 来念佛的话 那么所见的 净土的相貌 跟其他的教部 是不一样 是更加的殊胜 更加的殊胜 那么什么叫做 圆顿教 这个呢新观庙宗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 就是说 我们呢 比如说我们看126月这边 这个超二这边 超二隔壁行说祭秉元宗 就是这个超二 超二说祭秉元宗 既然我们是用圆教的宗旨来观佛念佛想佛的话 知能详心聚七大性 要知道说我们这个能念能详的心呢 有这个地水火风空根室七大 都在置心本之俱足 不予聚水之心脱笔及心之水 关于本性令水陷潜 并且诸相介于心性观令显现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关水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知道 我自心呢 聚足一切诸法 地水火风空根室七大 都在我自信本自俱足 所以我现在用具有水 具水之心就是具有七大 具有一切法的心 来脱笔及心之水 然后借着呢 这个水的相貌 这个水当下也就是微心 然后关于本性 现在来关我的自信 我的自信具有七大 自信具有一切法 自信呢 自信作佛 自信师佛 那现在来关这个心 来关水 然后令水陷潜 并且诸相介于心性观令显现 还有其他的 不管的水啊 冰啊 琉璃啊 地啊 都是一样的这样子关 这样子念 来让它显现 那么这一句话呢 我们再翻回来 128页 第四行 说 凡小善行回向求生 众一大圣 仁是善善 故敢安养 敬相游烈 就是说 我们一般人啊 修的善法 供养三宝啦 校养父母啦 或者是奉持栽戒等等 然后呢 回向求生 或者是念佛 纵实一于大圣 但是属于善善 善善就是说 他没有修观 那么 所以他往生净土的 这个果报比较低劣 净土比较低劣 若今顿教新观妙中 所见静相勇于他部 那么现在如果一元顿教的新观 就是说 当我们观水的时候 就想说 我们自信本是具足一切法 我以具足水的心 具足冰的心 具足流理的心 具足极乐世界国地 具足杭树罗网的心 然后来念这个 来观 一切都是维心的这些 杭树罗网水冰 然后呢 让我的自信里面呢 献出这个自信当中的这个水啊 地啊 冰啊 等等 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观 然后 显现的时候呢 知道一切都是维心照 那么 这个是观水啊 地啊 冰啊 流理啊 等等 那么我们如果以 识佛名号来说 就是说 以我具有阿弥陀佛的心 称念呢 就是我心的阿弥陀佛 令自信的阿弥陀佛显现 那么显现呢 当体就是自信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心本来具有阿弥陀佛 所以我能念的心 本来具有阿弥陀佛 然后念那个就是我心的阿弥陀佛 现在能念的心是我 所念的佛 是阿弥陀佛 然后往生的极乐世界 一般人在念的时候 没有这样观想的时候 就是说 反正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直念嘛 然后呢 这样念完了再来回向 那么世民大师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感生的极乐世界 净土的像比较低烈 那么反过来 如果用圆顿教念佛的时候 就是说 以我具有阿弥陀佛的心 我现在能念的心 心中本来就有阿弥陀佛 然后现在所念的佛 佛本来就是我心的阿弥陀佛 这样子 然后等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极乐世界就是我的本性现前 也没有心外知法 这样子来念 那么这个叫做圆教的念 就是说 能念的心本来具有阿弥陀佛 本来就自信弥陀 这个唯心净土就在我心里面 我心本来就有阿弥陀佛 就有极乐世界 然后现在所念的佛 所念的阿弥陀佛 或所观的极乐世界 其实就是我心 我并没有在心外求法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极乐世界也是我心 所念的阿弥陀佛 当下就是我心 极乐世界也是我心 所以我自信念自信 就像以前的祖师念到后来说 原来弥陀念弥陀 自信也是弥陀 所念的弥陀也是我 那么再来 所以能念的心具有阿弥陀佛 即乐世界 所念的即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然后有一些念到相应的时候 阿弥陀佛现前 实际上都不来不去 不争不解 本来法性本来具足了 那么这样子的观 叫顿教心观妙中 这里是比较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来观的话 那么这种顿教心观妙中所见的镜像 那么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清镜像 永逸他步 就是不同于其他的教步 也就是说比较舒适 因为刚才 四项上面的念佛比较低劣 那么现在用元顿教的心观妙中来 来念佛是比较舒适 比较舒适 那么所以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那么这个功德不同于其他的步 其他的步 所以 更加的 也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更加的殊胜 那么所以 我们可以做这种观想 就是说当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心具足十法界 所以我心当下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在我心 然后我念阿弥陀佛又回向众生 众生也在我心 我心具有 诸佛具有众生 所以我念佛的时候 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上求于阿弥陀佛 那么回向于一切众生 这是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 就是所念的阿弥陀佛就是我心的阿弥陀佛 所回向的众生 自信众生无边寺愿度 自信佛道无上寺愿尘 那么所念的佛也是我心 所回向的众生也是我心 然后呢 这样子来念佛 念到花开见佛 然后回向去普度一切众生 一切呢 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这个法性 法界的显现 那么这个就是元顿教的这个念佛 因此呢 也就是说 依照这个智者大师 这个世民大师 他们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观经呢 就是说因为呢 观经叫我们修元顿教的观 那么修元顿教的观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比用散乱心修的 没有做这种元顿教的观照的人呢 往生净土呢 比他们更清净 更殊胜 没有做观的叫做散散 那么净土比较低烈 有做元顿教观的人呢 净土比较俗胜 品位比较高 简单说就是品位高 一样念佛往生 一个人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然后再回向往生级的世界 他从来没有想说 我心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那么一切都是为信招的 这都没这样想的时候 他的品位比较低 如果有这样想的 品位比较高 为什么品位高 因为智慧高嘛 智慧高嘛 因为他的智慧 时时刻刻就能够 我们说 因观法戒心一切为心上 那么念佛就是念自心 那么自心就是佛 我心就具有阿弥陀佛 然后念那个就是我心的阿弥陀佛 然后最后献出就是我心的极乐世界 然后度就是自心的一切众生 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是这样想 那么他的品位比较高 这是祖师他说为什么要这样想的用意 那么还有他的利益功德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都不用听经 往正我就一直念就会往生 是会往生没有错 有信心就可以往生 但是品位不一样 就是差别了 下面说 如修妙观于同居会上见尊特及时报土 起敬同居生土一概 那么就好像我们修妙观的时候 在凡胜同居的会土 尚且能够见到尊特生 尊特就是佛 尊特生的佛 还有时报无障碍土 那么起敬同居生土一概 那么意思就是说在凡胜同居的会土 当下虽然有看到裂应生 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尊特的圣应生 还有见到这个时报土 那么会土就可以做到这样 而况敬土 凡胜同居土 生土一概 就是说我们虽然做这样子念 做这样子观 可是我们还是一个凡夫 烦恼也没有断 那么也没有这个破无明见法圣 因此我们还是往生凡胜同居土 但是因为有做观所以比较高 没有做观就比较低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凡胜同居土 同时就可以见到圣应生 尊特生 还有时报土 那么在极乐世界难道 一样的凡胜同居土 大家看到的都一样吗 意思就是其实不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 所以大家虽然通通往生凡胜同居土 散乱心没有修观的人 跟念佛的时候有修观的人 那么他们净土当然是不一样 下面说 故今地想妙三昧成 见庄严事不可据说 所以现在地想 他是用这个三昧来想的 那么他的三昧成就 他见到的庄严的事项不可据说 也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凡夫 烦恼还没有断 无名还没有破 可是呢 他见到的极乐世界就比较庄严了 这个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个观 再来呢 三佛告相 明利益 那么佛告阿难等等 就是说这个利益 佛告阿难说你要为未来世的众生 如果想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要叫他做地观 那么这个可以灭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然后命中一定可以往生净土 这是说的利益 书云潜水是想者盖托此方水成冰室 表比宝地 但是假想不明初见 前面的书说 前面的这个水想呢 就是因为依托着这个此方 娑婆世界的水 把它结成冰 来那个表示呢 极乐的宝地 但是假想 但是这是一种假想的 自己想象力的 故名初见 所以叫做初见 今成三昧 十见比地 则明十关 那么现在得到三昧 真实见到这个 极乐国地 那么这个是真实关 原假想不能灭罪 是是大师 顺经测尽 令其行者 素成三昧 非是假想 全不灭罪 那么 世民大师说 前面智者大师说 假想不能灭罪 这是智者大师呢 顺经测尽 就是随顺经典的意思 然后策立大家要精进 令其行者素成三昧 非是假想 全不灭罪 意思就是说 智者大师说 假想不能灭罪 真实关才可以灭罪 那么 世民大师他就解释说 其实假想不是不能灭罪 这是因为智者大师为了要策立大家精进 然后呢 让这个修行的人赶快修成三昧 非是假想 全不灭罪 并不是假想官不能灭罪 好 而以之然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日官上累下品下生灭罪之术 起初见地全不除千 那么世民大师说 为什么他肯定这样说呢 说假想官也可以灭罪呢 因为第一官日官 尚且类似下品下生的人 可以灭八十一劫 这个生死重罪 第一官都能够灭罪 起初见地全不除千 难道 官若日就可以灭罪 难道现在呢 见到极乐世界呢 初见极乐世界的宝地 完全都没办法去除罪恶吗 千就是罪恶 就是灭罪 所以这个世民大师说 假想也可以灭罪 只是智者大师为了鼓励大家精进 所以说 十官可以灭罪 假想不能灭罪 实际上假想也可以灭罪 因为第一官日官就讲到了 可以灭罪 所以说 起初见地全部除千 所以怎么可以说 见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宝地呢 不能够去除罪恶呢 是做此下 显邪正 显邪正 就是说 做事官则明为正官 若他官则明为邪官 这个第四 显邪正 官与经合则称性见 名为正官 见相乖经 四方抹事 顾名邪官 下去皆然 就是说 如果官造的 我们现在的官 官法跟经典相合 则称性见 那么就称何于本性来见 称何于我们的这个本性来见 名为正官 就是说 当我们在官的时候呢 跟经典所说的相合 那么这个就说 称何于本性的见 名为正官 也就是说 刚才说的妙三官 妙三官 什么叫妙三官 就是你官若日的时候 官地的时候 官水的时候 那么都要与经典相合 这个叫做称性见 名为正官 见相乖经 四方抹事 如果我们见的种种相 我们违背经典的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叫做 发抹事 不明邪官 所以叫做邪官 摩士 就是说 所以它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官的时候 是不是符合经典所说 那么或者是不符合经典所说 如果我们依照经典来观 那么这个称性来见 见落日 见水 见地 那么这个叫做正官 如果违背经典来观呢 这个叫做发抹事 不明邪官 不明邪官 那么所以这个正官跟邪官呢 是什么呢 也就是前面说的原教的妙三官 妙三官 简单说呢 就是说当你看到落日 如果我们观落日 看到落日的时候 要观它是极空极甲极重 关到水的时候 要关它极空极甲极重 如果关到这个宝地的时候 要关它极空极甲极重 如果不是这样关 那么就是邪官 如果是这样关 叫做正官 如果不这样关 空甲宗呢 那么这样子的话 叫做发抹事 那什么叫做空甲宗呢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 一百二十二页 一百二十二页 倒数第七行 一百二十二页倒数第七行 说元人妙节 说修元教的人 以为妙的知见 知能享心 本具一切依正知法 就是说 当我们在观落日也好 观水 观地也好 乃至观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也好 就是要知道 这个要观 这个就是在解释 什么叫做正观 什么叫做邪观 就是说要知道说 我们能念的心 能享的心 本来就具有一切意报正报 我们心包太虚亮咒善见 十方法界都在我们真心里面 十方世界诸佛 都在我自心里面 然后今以继日之心 源于极心之日 现在以我们本性具足有太阳 有落日 有水 有冰 本性具有阿弥陀佛 本性具有极乐世界 然后去观想那个原语 当下就是我心的落日 我心的大地 我心的水 当下就是我心的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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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极乐世界 然后令本性日显现其前 让我们本性的太阳 本性的地 本性的阿弥陀佛 本性的极乐世界 显现在面前 是乃以法界心 原法界静 其法界日 既皆法界 其部及空角中 然后隔壁行 此由总是 若别论三观 成日公者 那么刚才就是总说 总说就是说 什么叫正观 当我们在念佛 不管观落日 观水观兵 观地 观极乐世界 观阿弥陀佛的时候 要想说 我心本来就具有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然后呢 用本来具有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心 来念 当下就是我心的阿弥陀佛 跟极乐世界 然后念到有一天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 当下就是一针法界 当下就是我们本性具足 那么这样子的基础来观 那么一百二十二月 倒数第四行说 若别论三观成日公者 那么来个别来说三观 什么叫做正观呢 如果观到极乐世界的水 地 显现 为了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这个极乐净土显现的时候 当下知道没有能念的心 没有所念的佛 我们说念到星空佛欲望 能所双望 那么这个叫做空观 如果没有这个观叫做摩世 什么叫做摩世啊 如果我们见了佛 以为说哇我就是活佛了 我已经开悟了 那么不知道能念的心也不可得 所念的佛也是不可得 那么以为说 哇现在我很殊胜 我很超胜 我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空观 那么没有空观呢 不知道能念的心是空 所念的佛 所念的境界也是空 那么呢 因此起这个我慢 供高我慢 或自认为有所得 有智慧 有开悟 有境界 有功德 那么这个都是摩世 摩世法 就是说 因为他没有空观 本来就没有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不可以三十二像见如来 那么如果是以三十二像见如来的呢 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对不对 金刚经不是这样 那什么叫做摩世法呢 就认为我能见 那么我有所见 我现在观极乐世界也好 观佛也好 或者是有种种的境界现前也好 那么有能见所见 就是摩世法 现在呢 要做到根境空极 能所双望 没有能见所见 故心日无爱 心不爱日日不爱心 没有心也没有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空观 就是 能所双望 根境空极 那如果忘了就叫做摩境 所以今天 不管我们今天念佛见佛 或者七月的见鬼 那么那个时候没有能所说话 那么这个就是摩世 如果你见鬼 或者是见到种种奇特的境界 像很多人说 念地藏经也好 或者是 有人说他诗诗也好 如果他们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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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轻轻变变变 又有人说 是 我不能回向 我回向的时候 会自己会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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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就有很多的声音 那么到这个时候 不能跟进空即 能所双亡 这个叫做 谋事发生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说 凡事有生就是虚妄 没有我生 没有人生 没有众生生 没有鬼 对不对 众生就是鬼到地狱二鬼出生 都没有 也没有我 也没有众生 也没有佛 也没有魔 也没有人 那么这个叫做根净空子 现在就讲说什么叫正观 什么叫做邪观 那么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观佛念佛 或者是观极乐世界 或者是观阿弥陀佛 有一天让我们见到佛的时候 我们要想 没有能念的心 没有所念的佛 心佛双望 念到星空佛遗望 那么这样子才叫做正观 如果认为说 我见佛了 我是不是开悟了 那么佛来跟我说话 有人跟我说 我已经开悟了 有人跟我说 我现在是活佛了 那么那时候如果认为有 那么就是摩世了 如果知道是空 就是正观 如果取向就是四人行邪道 就是邪观 就金刚经说的嘛 不可以射箭 不可以阴身球 没有我相 没有人相 这是第一观 第一观就是空观 那么这个有祖师说 这个天台也有三观 禅宗有三观嘛 对不对 天台也是三观 第一观就是空 就没有能念 所念 叫做 这里122月倒数第四上说 若别认三观 成日空者 以根境空极 能念所念 能所松 故心日无暗 以缘起贾力 故雷响日生 缘起贾力就是说 我心本来就具有极乐世界 本来就有阿弥陀佛 现在呢 我们全性起修 对不对 全性起修 然后全修再性 我现在全性念阿弥陀佛 念极乐世界 然后我就会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极乐世界 并不是空就一无所有 有人说空了 就有点没极乐世界 还是有极乐世界 这极乐世界就是我本性 如果只有落空的话 就是说 本来有一物 那有什么东西呢 可是假观就是说 我们世人妙性本空 但是呢 具有一切万法 就像六祖坛经说 何其自信人生万法 妙性本空 但是具有一切万法 这个叫做假观 所以呢 以缘起甲利固雷响日生 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 本性呢 他是必尽空 可是本性具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然后现在借着缘起甲利 全性起修啊 所以一直想一直想 就会落智产生啊 然后这个阿弥陀佛现前啊 极乐世界呢 那么能够往生 但是呢 要知道这些都是缘起 甲利的 如幻如画 因缘所生法嘛 那么我说极是空 一名为甲名嘛 这是甲名嘛 但虽然甲名不是说他没有 虽然有但是他是如幻有 那也不能说他是空 所以说没有 有人说本来有一物 就不用念佛 也不用去极乐世界 那么可是假观呢 就是说他还是有 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最后呢 以其心日皆法皆顾 当处显现 这个就是中道 中道观 那么当初呢 就是中道第一地 能念的心也是 所念的佛也是 那么这个叫做正观 好 我们翻回来 128页 倒数第五行 是坐此下显邪正 那么 做事观者名为正观 这个以下呢 说 做事观者名为正观 以下呢 就是显邪正 什么叫正观 什么叫邪观 官与经合 则称性见 名为正观 我们所能官所观 都跟经典相合 那么我们见一切法 都要称合于本性 本性就是说 能所双亡 根静空极 没有能念的心 没有所念的境界 那么叫做空观 如果没有称合这个空观 那么就是邪观 那么第二个叫做假观 虽然呢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有法如 一切诸法必尽空 但是诸佛的本愿 那么这个清净的净土呢 是真实不虚 有无量功德 阿弥陀能接引众生 净土呢 能够成就佛道 不退转于阿尼阿多勒三秒三菩提 有的人执着空观之后 就说 自信就是佛 不用念佛 不要念他佛 那么自信就是净土 当下就是净土 不用去西方净土 那么这个就是不了解假观 这样子落空的话 祖师说那只有执着空 不知道说诸佛的本愿 清净的净土 还有呢 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 那么如果排斥了 说极乐世界没有 或者是不用念佛 那么这个也叫做邪见 也叫做邪观 就是说没有极乐世界 也不用念佛 靠自己自信就是佛 那么否定阿弥陀佛 否定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也叫做邪观 如果肯定了 叫做假观 就是说缘起假力 阿弥陀佛真实 法障比丘法48月 成就净土 那么真的能够接引众生 往生净土呢 真的能够不退转于 阿尼阿多勒三秒三菩提 那么肯定这些事情 才叫做正观 如果走到空观 就说我自信就是了 什么都没有 本来无一物 那么这个就是邪观 偏空 偏空也是邪观 现在再来要有假观 最后中观就是 一切都是中到第一地 那么这个是中观 所以说观与经合 则称性戒 我们称何本性 即空即甲即中 来见其的世界 名为正观 见相乖经 四发模式 名为邪观 如果我们所见的相 违背经典 就是说我们在修行 修观的时候 所见的相违背经典 那么这个就都发模式了 什么叫违背经典 第一个违背空观 就认为说 我能够见佛 或者是我有见魔 或者我见鬼 或者是我有开悟 或者是我怎样有功德 有成就 那么这个有所得的心 那么不是心经说 以无所得不母 无苦己灭 道无知亦无得 那么凡事有所得的人 就是违背空观 有我相人相 那么这个就是摩世 这也是摩世 第二个违背假观 也是摩世 假观就是说 一切法必尽空 没有净土 没有极乐世界 不用念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也是发摩世 那么就像《愣远经》里面说 跟阿弥说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呢 不能够成佛呢 乃至一切修行人 不能成佛 变成天魔外道 乃至身闻圆觉 都是因为不知道 常驻真心 性静明体 所以变成外道 变成身闻圆觉 所以对佛来说 身闻圆觉也是偏 偏空 所以也是不能成就正觉 所以这个也是不正确 也是邪观 然后再来就是中道第一地 中道第一地 我们之前说过了 在一念之中 一尘之中 那么一毛孔之中 通通可以具足一切法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 深光光中能够看到 五道一切众生 见大师至菩萨一毛孔光 就见到一切诸佛光 那么见到这个普贤菩萨 见到一微尘 就具有无量的诸佛 菩萨 还会围绕 等等 这个就是中道第一地 那么一念 就能够具足一切法 那么这样子了解就是正观 那么违背就是邪观 下去皆然 从此以下都有说 做事观者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从此以下都是这样说 都是照这个意思说 就是说符合妙观 那么叫做正观 那么如果有执着 着空 着有 那么不了解中道 那么都叫做邪观 以下一去都是这样 字下也去都是这样 好 这是第三观 那么第四观 等一下再说 阿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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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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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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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堂